4月14号的中午11点左右 宁波凤华月灵派出所收到了一条预警信息 辖区居民王女士疑似正遭受了电信诈骗 民警立即电话联系了对方 接到预警信息后 民警迅速电话联系王女士 但电话一直处于关机状态 民警怀疑王女士的电话 已经被骗子设置成了呼叫转移 立即赶往她家中 我们刚才电话一直打不通 您就是听着骗子的下载一个APP设置一下 好了 电话呼叫转移 王女士告诉民警 自己接到一个自称公安民警的电话 对方说王女士涉嫌洗黑钱 需要她配合调查 并且能准确地说出王女士的个人信息 王女士便没有怀疑 对方怎么说她就怎么做 我们打你电话96120 短信也发你过来 你收到过没有 收到了就 你收到了才发现自己被骗是吧 不是收到了 他说你有没有收到这个信息 我是收到了 他问我是什么对人 我电话给他听 他说对对对就这个 王女士也是配合骗子下载了两个APP 那在两个APP里面的话 该女士的话就是将自己的银行卡 身份证以及相关密码就提交给了骗子 正是因为王女士下载了APP 让诈骗分子远程控制了她的手机 并将手机设置成了呼叫转移 之后 诈骗分子又引导王女士 把微信中的钱全部转到银行卡中 没过一会儿 王女士便收到了银行账户内 2.7万元被转走的信息 直到民警找上门 王女士才知道自己被骗了 目前该案警方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记者刘芳芳编辑报道 记者刘芳芳町